大家好,今天是8月14日,星期三 星期三我都要去交易广场TVB做节目 一样找个静点的地方和大家做个早市的分析 过去两天的市场虽然是有点像持续断定的势头 但成交今晚持续还是偏梭的 即是说市是有机会稍微做好一点 但我不觉得会有太明显的声势 因为动力方面真的明显不足 看看昨天的情况 昨天早市恒指先在高开48点到17,160 之后曾经升路上17,252点 这一刻不单止10点,20点也轻轻突破了 可惜的就是买盘不足 结果市房又再辰转反复回落到17,074点 但始终都是稳守在17,174点 最后收到17,174点 这一刻来说是升了62点 成交今晚仍然保持偏梭 只有708亿 先看看8月份的股市 直到现在这分钟 所以技术上形态上都是一个先高而后低的格局 指数是由1号的高位17,408点 跌到5号的低位16,441点 即是说今回的波幅直到这刻仍然只有967点 由于一个月的高低位一般来说是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三个交易天之内 即是说既然指数已经是回到17,174点 而且连续三天是稳守在10天线上 技术上是有利于进一步向上走 甚至乎是挑战今个月的高位 不过要做到这一点 行指必须进一步修复20天线17,185点 再继续修复250天线17,320点 能够做到这一点 是有条件有机会示范今个月的高位 不过即使做到这样 只是代表8月份的股市 形态有机会扭损成为先帝后高 并不代表大市会有什么特别亮丽的走势 因为从成交今晚已经看到了 好像在星期一 成交今晚只得671亿 如果我记得到昨天只得708亿 你可以这么说 在百年当中高额不是很重 但是现在不是说市跌多少 或者跌不跌 而是市有机会挑战今回月高 或者更加高 那就是说市的动力一定要配合 如果资金入市持续保守的话 大市就算走得来 去完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后面那些月就无以为计 顺带一提 自从股市步入7月份之后 即是说开始步入2024年的第三季 直到现在这一刻来说 今个季度最高的指数是7月12月18,317 而最低的指数就是今个月5日的低位16,441 即是说第三季市暂时跌了1876点 这里就要留意了 因为每个季度一定有一个波幅 我当你2000点、2500点 其实呢 意味着后续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 让我看到 如果价值要向上走的话 那指数不单止要踏破今月的高位 甚至会进一步推升 但是以现在的市场的气氛和成交感来说 我始终觉得在动力那方面 不是那么配合 还有日元的拆仓行动已经是开始了 不是说一次的跌市 已经代表拆仓行动已经过去 而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第二次 所以对股市的冲击仍然都还在 任何个部署大家千万不要急 不要用身处熊市三级的股市当中 还有很漫长的路要限 要跌多少要跌多久呢 其实是很难差的 最重要的是尽量保本 保留自己的实力 好了 早事分析就说到这里 先放一步 先放一步 快点放在哪里 你很难过 不就是 这位当然